一天的当大家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我这段时间在修行上的一点感悟吧 因为之前我觉得有一段时间吧状态特别差 然后就感觉自己的那种总是被 心里面总是被一种负面的情绪围绕 然后我就觉得特别难受 我就觉得人生好像没有希望似的那种感觉 然后总是在担忧恐惧 然后我就跟在师父向前跟师父发愿 我就说我想从这种状态中走出来 如果我不能走出来的话 我就一直都不吃饭这样的 然后后来我就大概有一周左右的时间没有吃饭 然后后来 但是我当时我跟他发愿的时候 真的就是特别坚定 内心就是下一个决心 我就说如果一直这样活着不如死了算了 我就这样跟师父讲 然后我就特别坚定的 跟师父讲 我说我一定要从这种状态中走出来 我就太难受了 我说人生如果这样活着太难受了 然后我就 就那种怎么说呢 特别坚定的那种决心 我说太难受了 然后我就开始 当时跟他发愿的是希望师父帮我显化财富吗 然后就这种决心一发下来 真的就是马上就开始有变化了 就这个生活中就很多事情就开始发生变化了 然后后来我又开始下定决心 这样一直坚持 然后我就感受到了内在的这个能量就开始整合 它是有在变的 然后大概在第五天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我有感受到我内在那种 那种总是觉得我做事情有阻碍的那种心态 就有被消融被溶解 就是你这个决心 它是可以成为你的一种力量的 它可以成为你内在的动力 然后我在做事情什么的 也没有觉得我没有劲 就跟正常的时候一样 然后我 然后我又感觉到自己就那种 做事情的那种阻碍不可能性 就有被这种决心给溶解 它就有离开我 有消失 就你一直坚持一直坚持 坚持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内在的这种模式就会被它给圆满 就会被你那个决心给圆满 然后你想要的现实 就会因为你的这些模式被圆满而显化 这个真的是太特别的那个 特别强大 然后我又感觉到我内在那种 就是幻象吧 幻觉 以前内在的那种错误的人生的认知 也有改变 有变清晰 就是我有看到这些想法 这些念头 它是幻觉 是错的 不是实相 就是能够看到什么是实相 什么是幻觉 然后就是好多 特别以前对我来讲 特别顽固的那种模式吧 在这个过程中就有被溶解 被消化掉 就有从我体内离开 我就有 就是有看到它这种模式 就消解了 尤其是我内在有一种 特别深的那种恐惧感 有变少 然后 还有很多的不可能性和无力感 有因为我的这个决心而变少 然后我就一直保持着自己内在的这种决心去做事情 然后我有意识到一个点 就是人生的真相是 任何事情如果你想让它往好的方向发展的话 你一定要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 勇敢的去看 去面对它 然后看到自己的模式是什么 什么模式跑出来了 然后勇敢的放下 你越能够放下这件事情你就能做得越成功 你越抱着你这个模式不放下 抱着侥幸心理的时候 你就一定会失败 结局只能是你自我欺骗 它不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然后我就开始看到了人生的这个真相 我就开始明白了怎么样让我的人生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就是你勇敢的去面对真实的你的样子 然后勇敢的去放下这个模式 你的人生就会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它就会往你想要的方向发展 然后人生的这个强度就是你下定决心的这个坚定的程度 你越坚定 这个现实就会越按照你想要的去显化 你就是一直坚持一直坚持就行了 你在这个坚持的过程中 这个决心它就是一股能量 它就会溶解融化你的阻碍 你所有的阻碍你的模式 然后所有的宇宙的力量都会变得来支持你 好的感谢大家 今天我跟大家就先分享这些 Nithyananda